人们常说,人在看,天在看,看来是苍天有眼啊 看着我们国伴同志,这些年来辛辛苦苦,扎扎实实 做出的特殊的奉献,应该给你们奖赏 看,这个风,已经呼风了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3月7号星期二 大家刚才看到的是最近这一天比较热的一个视频 这个呢,其实是这次中国二会,它正式开始之前发生的 小视频里边呢,是这个著名的啊,中国这个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他呢,是在这次中国二会正式开始之前 在北京的这个国务院的大院里边呢,是做了一个告别讲话 正式宣告他呢,要被完全裸退 要进入这种幸福的啊,退休生活 那李克强的这个讲话里边,他说的这一句,人在干,天在看,老天有眼啊,苍天有眼 这个小视频的片段传出来以后,就引发了不少的联想和解读 就有解读认为,这个呢,是李克强呢,他在有意的讽刺最高领袖习近平啊 说这个李克强是马上要走人了 他呢,还没有忘记,拿这个老天爷出来,再去抱怨一下习近平开道车 狗哥认为呢,像这种解读呢,其实呢,就是过了 太夸张 李克强他当时讲这句话,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 其实就是李克强,他当时呢,在尬聊 他是没话找话,随便这么一说 熟悉中国官员讲话风格的网友们都知道 中共呢,这些个官员,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稿子 他们就不会说话了 在这方面,李克强呢,他的功力跟习近平呢,也是差不多的 大家呢,从这小视频里边呢,都看到了 李克强他当时的这个告别讲话,也是没有稿子的 因为这个呢,不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 然后呢,在这种不念稿子的情况下 李克强他说话,也是这种磕磕绊绊 一个呢,是这个话呢,说的太慢 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说话的这个逻辑呢,也是比较差 甚至出现了这个尬聊的状况 你看,这个话 已经呼风了 所以呢,狗哥认为呢,他说这个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 李克强当时这么说 他并没有想表达什么这个特别的意思 对于李克强这个人,他现在呢,是这个下台了 在中国担任了这个第二号政治人物,十年之后 对于他,狗哥呢,也不想再去评价什么了啊 就一句话,就是非常平庸啊,李克强这个人 最近时间来,中国在整体上这个大开倒车 李克强他身为中国的这个男二号 他呢,也是必须要负很大责任的 狗哥对李克强啊,就是这个评价 从这一点呢,大家呢,也都可以看出来 就是中共这个政治体制 中国这个集权体制 他总是能够制造出来什么水平和能力的领导人 这方面今天呢,就不多说了啊 在上个月,狗哥呢,是聊过当时的一个观察 就是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 这个中国政府呢,他们应该是已经放弃了 在之前存在过的很短的 想要跟美国去缓和关系的那个吹暖风的阶段 他们现在呢,是又回到了做战狼的老路上 那这两天,通过对正在举行的这个中国二会的观察 狗哥认为呢,这个状态呢,已经是可以得到确认了 就是在去年的这个中国二十大以后 习近平他正式实验连任 正式开始终身制之后 他当时呢,是有意识的想去缓和一下 跟这个包括美国在内的现在国民世界的关系 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中国政府呢 他是一度收敛了一下他的这个战狼的风格 包括把这个赵立坚从战狼发言人的位置上也给拿掉了 但是呢,从上个月的这个中国间谍气球那个事以后 出现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状况 是中国政府呢,他又再重新回到做战狼的这种风格 这次的中国二会上,这个趋势和表现已经是很明显了 已经是可以得到确认了 大家来看美国华人街日报,他的一个最新的报道 习近平在讲话里罕见的直接批评美国 下边的这个小字是他这个报道的内容提要 说习近平在周一,也就是在昨天 是异常尖锐的抨击了美国的政策 把中国最近面临的一些挑战归因于他所称的 有美方牵头的旨在打压中国的运动 这个事呢,是在昨天,习近平呢 是跟一些出席这次中国二会的中国政协委员们是举行了一个座谈 在这个所谓的座谈会上,习主席呢,他就这个念了稿子 他说呢,最近五年来,中国外部的发展环境是急剧变化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是显著增多 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中国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 围堵,打压,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对于习近平在昨天的这个公开讲话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认为 尽管习近平执政十年以来 他围绕中美关系的看法呢,是趋悲观 但是呢,他在以前通常呢,也会避免在公开讲话里边呢 是直接批评美国 以前他一般会说是某些国家要害中国 而不会直接指名道姓的说呢,是美国 但是呢,这次习近平在中国二会上的这个公开讲话 似乎偏离了他以前的惯常风格 他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 现在已经是开始公开指名道姓去批评美国 华尔街日报他对这个事的报导呢 他用的标题呢,也是同样的很直白和尖锐 说习近平在讲话里边呢,是罕见直接批评美国 狗哥认为呢,中美两国啊,中美两边 大家呢,都这么直白去讲话 其实呢,会更好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们啊 包括现在的这个美国总的拜登 他们自古以来都是很直白和坦诚的 人家在这个公开讲话里边,自古以来都是很直白的能够去批评 该公开点名去批评塔利班,他们就去直接点名塔利班 该公开点名去批评东朝鲜,他们就直接去点名东朝鲜 该公开批评中国,他们就直接点名去批评中国 甚至直接点名去批评习近平本人 美国和其他这个现代国民国家的领导人们 他们基本上很少说是某些国家如何如何如何 这种在现代国民国家里边讲话和为人处事者风格 就是狗哥在以前想一聊过的 就是人家呢,都是阳谋 人家没什么阴谋 人家在跟你交往过程中发现你有问题 人家如果说感觉到不舒服,人家一般呢就会去很直白很公开的直接讲出来 希望大家都能够很直白很坦诚的去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 这个呢是现在国民世界里边的这个主流的风格 他们的这个领导人他们的官员讲话一般呢也都是这样的 当然国在这说的主要呢是在北美在欧洲在澳洲啊主要呢是欧美国家 但是呢在中国这方面呢他就悲样了 传统的中国人交往大家都知道啊都要讲究这个什么要彼此去留面子 话到嘴边留三分等等等等等等啊 中国人呢一般不会在公开场合去直接指名道姓去批评某个人 那这种风格反映在他们的外交上也是这样啊 以前这个中国政府去骂街 特别呢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们去骂街 他们一般呢也都是不点名的 都是说的是某些国家如何如何如何啊 某些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如何 所以呢这一次中国官媒他公开报道说最高领袖习近平在公开讲话里边呢是直接点名批评美国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对中国实施这种全方位的遏制围堵和打压 那这一次习近平他表现出来的风格确实的跟以前呢是不一样 狗哥认为呢习主席他这个改变呢是很不错啊 因为现在都这个时代了啊都已经这个2023年了 大家呢还是公开的把话说明白了最好 而且呢习近平呢他这句话呀也很能够反映出来他本人还有这个中国政府高层他们现在有的一个世界观 就是他们认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呢已经进入对中国进行这种全方位的遏制围堵和打压的模式 大家注意在这呢有一个关键词啊就是全方位 这个呢是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他在昨天的一个重要的表态 那大家呢也都可以想一下 一旦是这个习近平他认定西方国家对中国进入这种全方位的遏制围堵和打压模式 那习近平他会带领整个中国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不是最容易就进入一种战狼啊 他想象中的要对外反击的这种状态 这个呢就是现在中国战狼外交他回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今天的这个中国议会上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就是中国新任的外交部长秦刚 他是举行了一个公开的记者会啊 大家看这个中国著名的战狼官媒共青团中央的微博账号 他对这个发了消息 中国外交的硬核表态 他说呢今天外交部长秦刚答中外记者问 谈台湾问题秦刚说台湾问题如何解决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儿 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 谈中国关系秦刚说中国关系不接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和挑拨 谈中美关系秦刚说美国想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中国办不到 谈中日关系秦刚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谈战狼外交秦刚说恶狼来袭中国外交官必须与狼共武保家卫国 谈青年秦刚说提升中国国际化语权当代中国青年义不容辞 所以呢大家从这个中国新任的外交部长秦刚他的这个记者会能感受到的就还是很明显的战狼风格对不对 所以呢狗哥认为呢中共二十大之后啊一度存在持续了大概两个月的这种习近平他对战狼风格的调整 微调已经是结束了中国政府在最高领袖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现在呢已经是重新回到了战狼的这个老路上 所以狗哥在今天呢就必须要很沉重的感慨一下就是狗哥自古以来最喜欢的这个赵立坚他真的是有点冤 两个月之前中国政府在当时想对全世界骗一下想暂时扮演一下这种可爱的大熊猫啊 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们把这赵立坚呢就掉走了但是呢很快他们发现扮演这个猫熊呢实在是演不下去 这么演是难度太大也不符合他们的初心所以呢他们就又回到了做战狼的老路上 所以呢大家说这个赵立坚他是不是有点冤狗哥认为呢中国政府他要是这么一直战狼下去也不排除在以后这个立坚啊 赵立坚他有这种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啊 毕竟这赵立坚他真的是一头好狼这个呢就是中国政府他的这个外交政策 如果呢国在以前讲中国从这个2018年就开始正式进入这个战狼时代那既然已经是进入了一个时代既然一个时代他已经开始 那这个呢他肯定就不会轻易的去结束按照中国极权社会的这个发展规律 那像这种时代最少呢他呢也要持续啊二三十年的时间 这中间他肯定呢也会出现某些变化会出现某一些的这个调整就像前两个月出现过的这个状况 但是呢这种调整他基本上都只能是微调 他基本上不能够改变这个战狼时代他的整体的趋势和整体的风格 就是这个中国呢他会越来越跟现代文明世界呢是进入对抗状态 而且呢这种对抗啊还很可能会越来越激烈 美国华尔街日报这两天还有一个很棒的报道也是观察 大家来看标题中国量肌肉反促美国盟友团结 布俄罗斯后陈 华尔街这个报道的意思是说这个中国和俄国这对啊父子子啊子妇 他们现在的这个命运呢正在殊途同归变成一样 俄国这个国家在去年突然演这个啊战雄 悍然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结果呢俄国这头战雄呢他没有把现代文明世界呢全吓趴下 反而呢是促成了现代文明世界的空前团结 特别呢是促成了欧洲内部的团结和这个欧洲和美国这个跨大西洋两岸的再一次的空前的团结 这种地缘政治的变化大家在过去一年来已经是看得很清楚了 那同样的在中国所在的这个亚太地区最近这些年以来中国演战狼其实呢也在促成亚太地区的国家主要呢是美国的盟国们在变得更团结正在结成共同对付中国战狼的联盟 所以呢俄国和中国这对父子啊他们这两年这种操作和命运真的都是很像的 说到这狗哥呢就想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就是中国最著名的胡锡进他最近发了一个微博是在三月一号老胡发微博说 俄罗斯现在一巴掌拍不腾美国了但是俄国养的功夫熊猫大概可以 俄国养的功夫熊猫 连胡锡进他现在都这么这个公开直白的这么讲话的这个呢一下子就把很多清醒的中国网友们给这个气笑了 然后呢胡锡进他就赶紧不要脸的去修改他的这条微博最后改成了在俄罗斯肥状的功夫熊猫大概可以 所以呢在中国啊要说这个最著名的以俄为爹的胡锡进那头他绝对可以算是这个男二号啊像他这个表现呢都是在这个潜意识里边自发的 带来看看他说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他报道的中国正在布他俄爹的后尘说俄国入侵乌克兰反而将其邻国都推向了北约 这些情况与俄罗斯外交政策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目标呢是正好相反 中国在增强军事力量以后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啊就是促使美国在太平洋的联盟呢是加强了团结 其中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国韩国和日本他们最近的关系呢正在转短 菲律宾在最近呢同意美军使用他的这个更多的军事基地 台湾已经允许美国增加驻扎在台湾的人数要协助台湾军队进行更多的训练 澳大利亚跟美国和英国结盟要获得核潜艇 日本把国防开支也增加了近一倍并将其军事行动与美国联系的更紧密 称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安全挑战 美国驻日本大使说这个呢是前所未有的战略调整步伐 那这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战略态势现在它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就是东亚地区的几乎所有的国家 他们出于对这个中国战狼的担心 他们都在跟美国呢是加强联盟关系 这个呢是跟欧洲的战略态势呢几乎是一样的啊 欧洲那边呢是都怕俄国所以呢他们都跟美国呢是加强团结 东亚这边呢是都怕中国所以呢他们都跟美国呢也加强团结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还有态势 对这个情况狗哥不知道这个中国最广大的红狼们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认知 狗哥估计啊他们会有两种感受 第一呢可能是这种骄傲还有自豪 他们对这个情况呢会感觉到相当的牛叉啊 因为东亚这边都怕我们中国了 全世界都怕我们中国了 这个呢就会让他们感到是相当的牛叉 另外一种感受啊也是同时呢 他们呢也会有一种疑惑的情绪 就是他们呢会有一种不理解啊 既然这么多国家都怕我们 那他们为什么不对我们中国下跪呢 他们为什么不对我们中国下跪 反而呢要去抱美国的大腿 不惜冒战争的风险 不惜冒这个东风快递的风险 就像在欧洲啊 这次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中国最广大的红狼们就有两个不理解 第一呢是他们不理解 为什么乌克兰非要去抵抗 为什么乌克兰不对强大的俄国去下跪 中国红狼们他们的第二个不理解 就是欧洲的国家们为什么都要去支持乌克兰 为什么这些破欧洲的国家们 他们连这个天然气都用不起了 都被冻死过一轮了 竟然他们还在支持乌克兰 这是为什么 狗哥呢很自信 对中国红狼们的这些观察呢 都是非常精准的 所以呢 战狼时代的中国啊 真的是愚昧之国 没人性之国 无知之国 幼稚之国 巨婴之国 举国从上到下 都是像这么巨婴 那这样的国家 跟现代文明世界进行较量 他怎么可能会赢到最后 绝对不可能的 狗哥呢是很坚信这一点 好了 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非常感谢 大家的观看 咱们明天接着聊啊 拜拜